雜菌牛肉雞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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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雜菌買回來 當然要洗一下 然後切一下 少許鹽 出水後 沖乾淨 煮沸沸水 少許鹽 先下了 煎雞 起肉 少許鹽巴 縮沸 油 將它拌一拌 然後煎一煎 這次我用了一隻鮮雞 起肉 雞骨拿來煲湯 煲了清雞湯 雞扒 雞腿 起肉 但它是冰的 我們怎樣去處理 它自然溶解後 稍微沖一沖水 然後放少許鹽 拌一拌雞肉 然後再沖一沖水 雪味就自然離開了 這個我們就不是要煎到金黃色 我們是要煎到它轉顏色就可以了 熟就可以了 菌 差不多出透水了 撈出來 再沖一沖水 放在中間 雜菌 要炒一下 菌的香味就會更濃 好了 現在我們把紅蘿蔔倒進去 我們在超市也可以買到 紅蘿蔔仔 這個就是我們剩下的雞骨 去熬熟的清湯 好 我們先放進去 我們放少許的糖 放少許的鹽 即是放所有材料 放進去 然後就好像慢慢慢慢煮 中式來說叫做蕙 讓大家看看雞肉和湯 加上雜菌 釋放一些膠質 即是所有營養的精華 好 接著我們現在就放一些奶 它滾得差不多 我們就把蜜糖豆放進去 蜜糖豆都會帶有少許臭味 所以我們多數就飛了水 或者在鍋裡爆一爆它 當蜜糖豆就可以上菜了 好了 一個這麼簡單的雜菌牛肉雞球 是不是很容易煮呢 我自己都流口水 想用電煮出更多好菜 立即想自購買 和記得追蹤我們YouTube Channel 記得按讚 1 2 1 2 2 1 2 2 3 感谢观看